我们现在需要跟着这个佩罗啊 应该是这个岛的女主角 来调查一个神秘的声音 就是这儿了 声音的来源感觉是这附近 咕噜咕噜的啊 又发出声音啊 这是哈贡大人发怒的声音吧 管他是什么呢 看把这家伙吓了 尿了都 他说呢 反正这个声音就在这个沙山之中 我想可以用锤子来挖掘啊 他让我们来挖这个沙子山 来吧 这对我们来说 简直就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看我给你转着圈了挖 挖这个算什么 哇塞 这个埋的这么的深吗 这儿有一条道啊 开到这儿又空了 这个沙子的洞到底在哪 来继续打 应该是在这儿 你看我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把这都捶了 进去 貌似是一个石像碑啊 哇 好神秘啊 这儿有一些东西是打不开的 哇 里面有怪物 救命 佩罗 咕噜咕噜咕噜噜啊 就是他发出这种神奇的声音 感觉这孩子好像在害怕 听见他说什么吧 这个还是个孩子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石像怪 好像是啊 我们来和他说说话吧 你是创造师吗 谢谢你把我挖出来 我使不出力气 给我铜银和金 那样的话我就会恢复力气 这家伙真有意思 突然出现还说这些奇怪的话 铜银金被坑到堵住了 虽然很想帮忙 但现在大概做不到啊 你说你很想帮忙 佩罗 这家伙是怪物业 佩罗 你真温柔 我喜欢你 我一见钟情了 我的天 被堵住的坑道是那个吗 卧槽 这里有一个隐藏矿洞哦 这个巨大的石像怪 是会帮我们来打开这个矿洞哦 貌似 走 跟着他一起走 天呐 竟然有一个石像怪 帮助我们啊 这真的是坏人也变成好人了 被我们感染了 可能是 然后呢 来说话 他呢 要来使用他的特殊技能啊 来破坏这个坑道 哇 一锤就把他给打开了 然后呢 他比咱这个锤的可好用多了啊 哇塞 亚曼也过来了 他说这家伙叫哥顿 他是矿山守护神的巨像兵啊 哦 这是个好人 他说他没有力气了 接下来需要交给我们 咱们跟卡洛啊 一起去疏通 是吧 好啊 有人会给我们带路 然后呢 让我们去里面取这些金属的物品 陈旧魔法炸弹20个给了我们 还是 这从矿山遗迹中挖出来的炸弹 用这个清空土石继续在坑道中前进吧 他说啊 我们要在坑道中前进取得五个铜 找出铜 走吧 指的就是这儿呗 喂 希德 怎么又地震了 他说这个岛啊 就非常容易的地震 他说有可能是教团的怪物造成的 这我觉得也是 那是什么 怎么了 好 他呢 让我们来炸这个地方 玩炸弹 那我太喜欢了啊 快炮快炮 好 炸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啊 这里的土石呢 全部都被我们给打开了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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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我们再来和他说话啊 他说呢 这里头还可能会有陈旧魔法炸弹啊 如果有的话呢 就收起来 太好了 他呢 也有更有干劲了啊 走吧 那咱们去找铜 尽可能的赶紧完成任务啊 我这里面好像很复杂啊 有非常多的层 铜在哪啊 这是什么 蓝幽幽的光 啊 这是水 这还有个大蘑菇 哇塞 大蘑菇不错呦 给他敲了 带回去 这地方还要炸吗 咱们先逛逛吧 把这个整个铜矿给他探探路 他说这边有个坏掉的柱子 让咱们跟着他 走 柱子会不会塌了呀 那说说话 这里用来支撑天花板的柱子似乎坏掉了 这样下去天花板会崩溃 很危险 前面可能就是铜矿了 用散在那边的木材墙修好坏掉的柱子 OK 走 咱们先把这个木材啊 给他收了 木材在哪 一个 两个 接下来呢 是这边的 把这个给锤了 弄错了 好 修理坑到柱子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矿洞的深处走了 你别跑 前方一定有矿石 虽然无法用大木锤破坏坚硬的矿石 但铜和煤是可以的 首先用大木锤 适得取得一个铜 也可以顺便取得煤 黑色的矿石呢 就是煤 然后红色的矿石呢 就是红铜矿 这两种矿石我们是可以砸的 得到了铜 太E贼了 他让我们来找五个 铜的数量够了 咱们赶紧跟着他回到地面去